嗯 走了 待会儿一会儿找进去 不是啊 那个老方 那个朋友们大家好 我叫MMO 那个今天这个视频 昨天已经录过一遍了 但是昨天录的时候就是 没有那个枪声 所以时候今天重新录了一遍 然后还有之前朋友提到了一句 就是说 小哲你的电脑那么卡 这视频里边很长一段 时间都是你在进游戏 所以说我这次也是体验把电脑 就是打开 然后上来热了两把枪 因为我机器确实挺卡 然后一开始的话 反正就是感觉挺卡 然后在这视频之前 我先那个 就是把帖子里这两天 遇到一些问题 先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之前好像有个人说 就是小哲你连爆破都不会打 你还来教一K啊什么的 录视频什么的 然后那个朋友 其实我挺要解释的 就是说我不是不会打爆破 我这人就是比较懒 我不想去打那种就是混战啊 爆破什么的 因为太浪费时间了 本来时间就是玩CF时间就不是很多 打爆破 有时候你死了以后要等队友 去看他们的视角 我这人挺不愿意的 所以说毕竟我 我确实我也是打过几年线下的人 拿过冠军的人 你要是说我不会打爆破 确实有点过分了 还有就是说那个 有朋友说那个AK啊 是扫射啊 扫射更牛逼 然后还举了一个是好像是雪鱼电镜吧 对 他一个就是小胖们的 是我承认 有的人是能靠那个扫射 然后进WCG什么的 但是就是说 不知道大家看过一个那个小说嘛 《笑傲江湖》 里边那个华人派他就分两种 一种就是弃总 一种就是剑总 我想就是AK嘛 这东西本来就是一把枪 每个人对他的理解不一样 有的人是靠点射 然后去能 就是到很高的一个水平线上 但是有的人他就是能通过扫射 所以说在我的帖子里 确实我说 我看不起扫射 这我承认 当时说这话的时候 我就知道会引来很多 就是说喜欢扫射的人去喷 这也是不可避免的 毕竟是我是一个普通的人 我有自己的看法 我想我说出我的看法也没什么不同 而且我 我还是 包括到现在吧 我还是觉得点射比较更加实用一点 因为他的那个秒杀力 还有准确率都比较高一点 像秃秃的话 我个人还是不是特别推荐 但是帖子里有人说 AK可以点扫结合 确实这点我承认 因为我打很多比赛的时候 有时候确实 人都有紧张 或者是乱的时候 我有时候一紧张 确实会去毒度什么的 但是我大多分时间 还是靠扫射去 还是靠点射去杀人的 很少用去扫射 除非 当然有一种情况 就是我陪我徒弟啊 还有我姐姐啊 什么的这些 那些人去打那个 娱乐赛的时候 就是虐菜吧 相当于 然后我会适当的扫 扫呀 拿M4去突突什么的 更多的时候 我还是靠AK去点射 然后这个视频吧 这视频实话是 没有那 没有太多精彩性的 什么爆头啊 什么的 三菱沙 四菱沙 那种东西 只是不论是 我想就是把帖子里 曾经提到过的一些 比较基础性的东西 然后今天借这个时间 然后说一遍 就是比较基础性的东西 然后就是如果有那种 就是说AK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的人 你可以就是说这个视频直接跳过 或者说你觉得你的能力已经就是不需要去看这视频 怎么着的 或者你想去看那些Frag呀 连杀视频的 你完全就是可以不用看这视频 这视频就是纯粹的基础性的东西 而且而且很多东西就是说 如果你把我那个在铁吧里写的帖子看的特别的清楚 明白我在说什么 你也完全可以不用看这看这视频 因为这视频 我当时当初就是说决定录这视频 就是因为很多人 很多人就是说对我帖子里边写的东西 我感觉你就是看的不是特别明白 你不知道我明白 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很多人说说难听点 你就是就是说来凑热闹 就那种感觉 然后等一下 那个那个黄成林你先上来准备一下啊 对 这个视频对 这个视频我首先要就是说纠正咱们那个在铁吧里边说的一件事吧 因为这一天我因为这个事情比较火 很多人那个一来我的YY就是说 哎你们这YY有没有那个5秒38的那个视频呢 其实我我很多人然后只要一来YY问我这个我就会特别火 态度特别不好 然后我在这里给大家道歉吧 因为那个说实话 你如果有一个人来质问你 你可我可以很耐心的去跟他解释 怎么着怎么着 但是大家替我想一下 因为我每天要应付很多的人来问 来质疑 甚至是甚至是谩骂 然后人之常情吧 人多了 然后我就特别的烦躁 这点我承认是我的不对 所以说我今天就录这视频 给大家说一遍 说实话 5秒38 就这个现在这个视频里的这两个人他都能做到 这俩是我徒弟 是我一年前的徒弟 还有像我的我媳妇 还有我姐姐 还有我老家那些不怎么玩CF的人 然后他们都能做到 还有一点 首先我这是说这个5秒38的这个真实性 还有一点就是很多人来我问我 哎小泽那个我练了那个5秒38子弹 就是站在那不动点啊点啊练了两三天 还是做不到 我点到18子弹的时候就只能开始发飘了 这个问题我还是要给大家道个歉 因为这东西我感觉是我没表达清楚 可能是 因为我当时说5秒38的时候 说实话我是能打5秒38吧 但是我就说当时说的时候 我说了一句这是个什么基础 然后很多人就把这当基础去练 觉得想打好一KB圈学会这个 其实我现在想说的是不是那样的 那估计是我表达错误 或者是你们理解错了 这个东西啊 5秒具体能打多少发 或者你站在原地能打多少发 这东西不重要 这只不过是一个数据 它证明你可以这样 但是这绝对就说不能决定 你的AK到底是不是特牛逼 肯定是不是这样的 这东西随着我请大家理解 而且请大家能就是看这个视频以后 不要再去盲目的练那些 站在不动啊点射什么的 然后就是我之前那个 咱现在就是说切入正题 咱说那个AK基础 首先是那个节奏 节奏咱们先说那个最基础的节奏 先看过帖子 人家能明白那节奏是什么事 现在我就是说具体来实践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当时那个我就是说 当时我就是说那个 就比如吧 咱们就是平常 我还是从最基础的说 希望大家能担心点 因为有很多人 每个人的水平不一样 你按那个第一下 鼠标左键 这是开第一发子的 然后你按 然后你过了一秒以后 一秒 咱现在是举个例 过了一秒以后 就按第二发子的 然后再过一秒以后 按第三发子的 不好意思 我朋友把我弄死了 那个就是说 你第一发子的 过一秒 第二发子的 再过一秒 第三发子的 大家能很清楚的 看 看待这个子的 是打在一个点上 这我相信 百分之一百的人 都能做到 大家仔细的 听一下这枪声 我不说话 虽然这个节奏很慢 但是他很 很有节奏感 就是说 也不乱 然后这就是 这就是节奏 然后那个一秒 就是我在帖子里 提到的间隔时间 就这么简单 然后咱们试着 把这个速度提快一点 这就是我们要去练的 张带是一秒 咱现在过0.8秒吧 就大约 然后我们再尝试 去快一点 保证这个节奏不要变 每隔0.5秒 去打一发子弹 如果我们再快点 再快点 再快点 没子弹了 这就是说 这东西 当你能练到 我现在 我也不知道 我具体是多长时间吧 但是这东西 就是越快越好 但是肯定是 有一点是保证的 就是你的那个节奏 是肯定不要变的 就是那间隔时间 你间隔时间 只要有一点错了 你就肯定枪回瓢 这就是AK 所有其他枪也是这样 然后具体说 你要让我怎么练的话 我真的不知道太 反正我就感觉 你就这样 平常没事的话 对着墙 打打这种感觉 因为那个 这种东西 我在 我在歪歪里 回答过很多人 还是在帖子里 回答过很多人 有些人问问问问 AK是怎么练的 我说实话 我三年前开始玩CF 我的AK是什么水平 现在就是什么水平 没有进步 也没有退步 因为我直接是打CF 练出来的 然后这种 这种按那个 鼠标左键的那个 已经养成一种习惯了 就是我潜意识的 就是能打出这种 这种节奏 很轻松的打出这种节奏 就是大家 那个我换了一下 38子弹 现在我就是给大家 就是打一下 就是说 大家都想看的 那个5秒38 这其实真的很简单的东西 小雪打死吧 这就是那个 大家一直想看的 那个5秒38 那个我现在不说话 然后大家仔细呢 能听一下枪声 听一下这个节奏感 我相信如果就是说 有人故意去掐着表什么的 应该能看出来 没有到5秒 应该是4秒多一点 这东西 这东西还有就是最简单的第一步就是节奏 第二步的话就是调整 这说的这个就是那步法 我这边是5秒的 我这边显示是5秒正好5秒差不多5秒 因为那个4秒对4秒差不多吧 4-5秒这东西没必要去叫针 那个我现在想说的就是这第一点如果大家都明白的话最好 如果不能卖你就配合帖子里 然后再去看一下这个节奏的也是什么意思 然后你自己去慢慢的从1秒先明白我在说什么 然后再慢慢的加快速度加快速度去练 像这把M4这把M4也是一样的 你看啊 哎呦飘老不好意思 我的一些盾了一下 M4也是一样的 我只是说M4的一种用法 而不是说所有的M4都是这样用的 M4也是一样的用法 咱们现在就是说不说这个不在这个问题就要太多时间 咱们说那个步法 很多人告诉我先别打先别打先别打 很多人就是那个说在歪歪问我 小哲我能站在原地不动能打十发子弹 我当时说实话我觉得你很棒真的 打七发子弹你很棒六发子弹也很棒 你能站在原地点六发子弹能让他保重不飘 这已经很完美了真的 你可以仔细看下我的脚步 我现在先不讲脚步 然后你去看一下 我站在每个地方点的也不过是五发或者是六发 所以说我想我想说的意思是说大家没必要去练五秒三十发 你在每个点的地方你只要懂了那个节奏 你没必要去去去管到底去发子弹 只要你能保证的节奏行你能明白的节奏就行了 然后具体那个步法 我之前说过一个AB点 比如我现在站在这个地方是A 然后这个地方是B 具体这个距离我是个人认为是越近越好 但是具体情况需要具体对待 我现在只不说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调整方法 现在咱们闪出来站在了A点 然后我们前面有一个人 就比如他们有一个人 站在这 我从这走到A点 停 然后打六五发或者打击发子弹是随意的 然后他没有死或者是他死了 我要去瞄其他人的位置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去调整一下AK的节奏 移动到B 继续刚才的单点 这个地方打死了 继续下一个位置 其实这个AB点怎么说呢 就是说咱们不要去拘泥于到底移动多远 这种东西要是需要你自己去实战 去体会着那种感觉 但我还是那句话越短越好 节奏越快越好 因为你节奏越快 你更容易更快的秒掉对方 然后AB点只是举个例 你不一定要需要移动 有的时候像我在边楼 我是这样去调整的 对 打死我打死我 没自弹 那个你有的时候这种AB点只不过是换一个动作而已 也许是不需要去移动的 这也是一种情况 真的 这就是说 你看就这样秦农 秦农往那端或者一起 这就算是一个移动了 但是你这样的缺点也很明显 就是说你站在这不动 如果对面不傻的话 他也会把你秒了 所以说我建议还是靠移动去 那个什么 然后你像平常我去打三个AK或者打比赛的时候 我一般有一 我是属于个人的一个小习惯吧 我是那种喜欢有时候这样先打一枪 打一枪 然后去找点 不是说随便去开那枪的 我会大体的去打一枪 比如他 比如这个人在这儿 我第一枪打在这儿 我就会去移动 去移动鼠标 去调整一下 对 然后这个就是说 就是说 大家就是说多去 还有就是说 咱们那个平常那个鼠标 我还是推荐L1.1 因为就没有别的原因 我也不是微软的人 我只不过是觉得这鼠标特别稳定 因为我们我们如果选择这种打法 你的平常 不管什么打法 你的那个鼠标线是要在爆头线上的 就这条线 这东西 这种东西还是靠你自己感觉 对 这种东西就是说你平常鼠标就在这条线上 然后你一旦碰见人直接拉回去 这种这种拉枪是靠你自己去拉的 小雪打死我 没子弹了 小雪 你后边 这种东西就是说我 我个人表达能力也有限吧 就是希望 还是说那个 希望你能结合我帖子里写的那些东西 然后多去理解一下这个步法 你看我平常调整的方法有很多 像移动只是一方面 有时候我跳一下 你看这种节奏特别快你知道吗 就是就是就是感觉就是跟无辜作利似的 掉下了 这种东西其实就那么简单也可以 还有一点就是什么 瞄准 我在帖子里说过 这东西我帮不了你 你鼠标出来的时候 在这 结果他在这个地方有人 你如果不能第一时间的把这个把鼠标 不好意思啊 那个就是说你 第一时间你的鼠标是闪出去的时候 你的鼠标是在这 但是对面人在这 你如果不能以最快的速度 咱也不用说最快的速度 只要比他快0.1秒就行 你如果不能把更快 就是说比他快的速度把鼠标拉到他头上去 你就死了 这这东西我帮忙 你这完全是反应 还有鼠标的稳定性 还有你对这个位置的把握性 这完全是看你自己 闪出去 拉枪 还有一点 你像我是打主道的 我无论是经过哪个地方 哪附近有人 我都大体能知道 像我出这口 这个位置我们是叫垃圾枪 这是 这是一柱 这是零度角 一般主要出去的话 这三个地方人会比较多 我会特别的留意这个地方 所以说我出去以后 我的鼠标肯定是 肯定是瞄 肯定是瞄在这三个点的其中之一的 肯定不会说瞄在这种位置 当然这种位置也是有人的 但是我更多的还是瞄准这三个位置 就算这三个地方没有人 然后我还是会拉 以最快的 但是我平常是像这种情况 先看一眼 像我出口就跟别人不一样 别人都喜欢这样出口 这样出口其实很不好 我也说喜欢这样 先看一眼 先大体掠一遍 就这一瞬间就够了 大体掠一遍 然后感觉一下对面的位置 这东西就是说 希望还是说 所以说 这东西都是最基础的一些东西 希望大家就是说能看懂 就是说能配合帖子里写的那些东西 能看懂 我在说什么 像你想打主要的 像这种跳边楼都一瞬间 一气呵成的 是肯定不能停的 这些东西都是 这也是基础的东西 这东西我挺笨的 我练了一个寒架才练会 就是说 一点不停 就是不停那种感 就是不停 直接在组到 打赛 有时候你向上打 主要楼就特别需要这东西 在组到帮忙 千万人以后 从这立马上来 对 我徒弟他就用了一个星期 但是我是用了整个一个寒架 我这人比较笨 所以说我一般就选择 笨脚先飞多练 这东西 是有天才 但是更多的还是要苦练 靠一遍遍的去积累 像我的那种AK节奏 AK节奏什么的 都是靠长时间的去积累 有些人就是觉得 我也没怎么练枪 对啊 还有一点就是 平常经常有些人说什么 一天打多少个头 那种我们对 我刚刚认识那帮朋友的时候 他们也是那样要求我 每天要给他发个什么截图 什么的 打多少个头 然后我当时说那行 那我退队 我不干了 因为我觉得每个人的方法都一样 像我是从来很早去练什么500个头 一枪头 我觉得你打完那么多头以后 你身体是去疲惫的 你是真正就是说 可能你会暂时的感觉自己能杀好多人 好多人 特别有感觉 但是我个人还是比较你推荐 你 你平常对 还有像我平常打三架AK 或者打比赛的时候 我无论在哪个点死了以后 我会特别注意一下 对面是在什么位置打死我的 他是用什么枪打死我的 是我失误了 他打死我了 还是他确实比我反应快 我是因为反应慢而被打死的 还是因为我走位被他弄死 我每次死都会记一下 除非我除非是刷页的话 后半夜特别困 我不会去记 去娱乐的时候不会记 但是如果真的跟抢手队 无论哪个细节 我都会去记 我走到哪个位置 被什么人从哪个角度打死 我下次从这过的时候 我会注意 那个地方是不是还有一个那样人 在同样的方式在等着我 因为说实话 这种东西 像你像 其实如果举例的话 就太多就没什么意思了 因为每个地方 我都有记着很多东西 这也算是一种经验的积累吧 这也算是一种经验的积累吧 这东西还是靠大家去 自己去记吧 因为那个每个人平常喜欢玩的图不一样 你平常别老一辈人打死 就是一句糙你妈什么的过去了 那也没什么意思 你骂了他 你其实也是在骂你自己 所以说你平常死的时候 你心态好一点 他打死我了 是他确实牛逼呢 还是我自己失误了 如果是我自己失误了 那我为什么会失误呢 为什么会打死 为什么他不失误我失误呢 是我心态不如他吗 多去想想这些东西 配合你 就是说你不能 就是说一味的去练 你要去多去思考 还有像平常 就比如咱们说那个节奏 你已经练会 我说这个节奏 行挺好 但是你平常一实战的时候 你又觉得 小泽我平常练挺好 但是为什么比赛的时候 就一件人又开始嘟嘟了 然后我现在就提一下 这个帮我做视频 这个我不是雪BB 他是我头弟 一年前收的 是我 算是我唯一一个头弟吧 他就是典型的 三代一K大手 相信铁子 铁子巴里有很多人 看到我俩单挑了 我被他虐了 打得出不来门那种 然后我承认 我这个人单挑的话特别惨 我自己能承认 但是我打比赛的时候 就是特别稳定 平常 平常怎么怎么着 我就 然后我打比赛 我全能发挥出来 但是这个 我这徒弟就不是 他就属于典型的心态不好 像什么心 心态呀 不是像什么节奏呀 步伐 他都会 但是只要一到比赛的时候 他就是 发挥不出来那种感觉 希望就说 这种东西 也是需要大家去慢慢去积累的 因为你毕竟 毕竟是去那个 去打 这东西 因为是 毕竟是CF11款 FPS有些 他需要是那种 综合性的一种因素 像我之前在帖子里说过很多东西 就比如 需要你有节奏 需要你有基础 需要你有反应 需要你有外设 需要你有一切 还是心态 需要你有这些东西 增合在一起 还有 你要注意一些很多的细节 高手到最后对的 就是比细节 比谁发挥 像 AK AK和很多人单挑的话 到最后 基本上两个人的 又打法是一样的 点射 嘟嘟也行 我行 我只说点射 就是说很多人打法是一样的 那我们凭什么呢 就凭谁的反应快 凭谁的细节处理好 一点细节 一点时间差 就就有可能就是造成死的是他 而不是你 这种东西就是说 还是需要大家慢慢去练吧 就是说 但是 但是大家可以尝试着 就是按我说的那种节奏和步伐 去调整 有些人问我 就是说小哲 你说的那个急停是 怎么停滑 要不要按那个相反的键 呃 我想说的是 我没有注意过这些东西 但是我今天特别 特别的留意一下 没有那么多东西 没有那么多复杂的东西 就是简单单的站在那里 就像我铁子里说的 站稳了 站住了 去点射 不要去想那么多 你 只是 你就是一把AK AK就是你 你就是要把这个AK 打出无作力来 迅速的把鼠标拉到他的头上 去有节奏的点射 打不死没关系 打不死也没关系 就算他 你被打秒了 也没有关系 无所谓 咱可以再来 这只是一个游戏 你可以重新再来一次 你下次更快 更准 更狠 死的就是他了 多去找原因 不要去 就是说 觉得 怎么说呢 就是说有的时候啊 像某些人 有些人心态不是特别好 而且有的人就容易紧张 这容易人之常情 我也能理解 有的时候就说 他们帖子里有人问我 小哲 如果你 你同时面前出现三个人 你会去先秒谁 我告诉你 这个问题很简单 你能秒谁 就先去秒谁 你最容易秒谁 你就去秒谁 这是你的 这是最先去想到的 就是说你能杀了谁 你就去杀谁 一命换一命 咱不赔 哪怕打不死他 你的子弹不要飘 你的节奏不要乱 你只要有一发子弹 能稳定的打在身上 这就是为队友做贡献了 因为他掉血了 为你下次再出来去秒他 做要铺垫 二点还有一点 像你可以再往后一点 可以想的更多一点 你像我是一个打主道的 我还是那句话 我出去的时候 如果一旦被对面压家 都是对家的群点 相信打高比赛的人会知道 边楼居会在这个位置 垃圾箱会有 这地方会有一把AK 有时候贴墙这地方有一个 这种情况我会第一时间的 出去以后秒边楼居 我会哪怕两个人 下面两个人在秒我 我会我会不去管他 我会直接去秒边楼居 为什么 因为我是个主导AK 我是个主导AK 我我个人理解 边楼居一旦压到天井 对我们队的整个威胁特别大 因为他能很轻松的去连杀 靠走位靠闪躲 去很轻松的连杀 所以说我第一时间会把对我们团队 威胁最大的人去秒掉 秒掉他以后 我死了能怎么 能怎么着 因为平常我们大比赛的时候 肯定不会一个人去傻乎乎的去冲 一般我们的主导局会从窗口出 我们的主二楼会配合我把主导清掉 我们三个人是同时出的 我死了 只要能秒一个人 或是能打到的鞋 这都为我的两个队友 重新把主导站上来 这也都是能有贡献的 所以说咱们平常就是说你 平常不用想 不用去想那么多 哎呀三个人啊 我打哪个好呀 你不要去想 你就是抓住最 你觉得最容易能秒那个人 赶紧去秒他 以最快的速度 哎呀 说实话说这东西都有点说远了 这就有点 就是说因为毕竟好多人 他都是打混战 而不是打比赛 像我就从 我是肯定不会在铁色里边 或者说视频里去提一些混战的东西 因为我是从来不打混战的 除了三财AK 所以说混战的一些东西 我是不了解 我只是讲打比赛 或者是只是讲AK 其他东西 我是我自己 因为我不经常玩 所以说我也不明白 你说还有像铁子铁拔里边经常有些人 发一些就是说 运输船呀 还有那种个人体力啊 个人经济啊 那种杀敌一百多八十多 我想说的是 我不是说你不牛逼 我只不过觉得你如果能在运输船杀八十个人 也许你到正式比赛里 你也许只能杀十个或者二十个 杀二十个的代价是你负二十个 也就是说你的战绩是二十刚死十 这点是很正常的 所以说我不觉得那些 一天到晚就是说发那些运输船杀人特别多的那人是高手 这也是我个人的看法 因为我毕竟还是考虑那 还是那句话 我考虑的更多是比赛 比赛里边要考虑的东西太多了 而不像那种运输船呀 爆破呀 还有那种巨战呀 还有有一点 我想说呀 就是平常我们打比赛的时候 如果两个队的实力是相当的 请仔细听一把 两个队的实力是相当的 AWP选手 如果没有AK和M4选手去掩护 它是一点作用没有的 这点我无论你信不信 你对 你可以去找 AB的那个七十千克 他的曾经一个视频 两个队的实力差不多 但七十千克的实力是肯定是最强的 这点我是肯定承认的 是在这十个人里边实力最强的 但是那场比赛他负了将近二十个人 为什么 因为他们他的主导AK 他的队友不给力 不是说不给力 不是不给力 是没有对面强力 或者是那天发挥不是特别好 对面主导一直把 七十千克压得根本上不去边楼 对他就根本出不去 出不去他上不了边楼的代价是什么 代价就是他不停的送 成了ATM机 一出去就被对面尽点的N94M4 各种压制 这个视频如果大家有心的话 可能有人看过 应该是09年或者10年的视频吧 反正他那场比赛就是七十千克被打的特别针对 对面是三个主导 或者有时候四个主导 就推你 就打你烟雾 闪光 然后他们的那个M4跟那个AK发挥的也不是特别好 然后他就上不去边楼 有时候上去边楼也立马就被秒 就那种 我说这话的意思 不是说看不起ATP 肯定不是这样的 因为ATP杀人的能力太强了 只要一旦上了边楼 稍微发挥好点 会很精通的就是五连杀四连杀 所以说都很重要 但是我想说的还是大家更要去配合 希望大家就是少一点去在帖子里边 在铁巴里去讨论什么 什么枪最牛逼啊 怎么着 这个问题是没有逼 没有讨论意义 根本没有意义存在的 这也是我想说的一个东西 还有就是 怎么说 还有 我想我想还有什么要说的吧 就是反正我感觉我这个帖子 因为我在这个视频我在之前录之间就说了 就是说很基础的一些东西 很基础的一些东西 然后其他的说一些道理 或者说大家都懂的东西吧 我再给大家再说一点 虽然这也是名利 我之前也说了 没有说太多精彩的爆头 没有太多精彩的爆头 也没有太多争扎的连杀 我只不过是把这些基础性的东西 还有我想去解释的一些东西 去就是把一些基础性的东西去说一下 所以说 希望大家能理解吧 也能理解 希望大家能理解我的苦心 因为我觉得就是打AK就是 就是盖楼吧 盖高楼吧 如果咱们连地基都打不好 这栋楼就算有一天到了很高的一个地步 它也是早晚会塌的 如果就是说 咱们能看到这视频的朋友 就是说有一天能够站到很高的高度 去跟特别强的队 那种省冠呀 国家队呀 去队的时候 对那种真正高楼去队的时候 你就会明白 平常练的那种碎步啊 什么旁验步啊 那些东西我不清楚 我就告诉你 那些东西 真正碰见真正的枪手 高手 是没有用的 对面就是稳 就是稳定 靠那种基本功 扎实的基本功去秒杀你 不会给你那么多花哨的技巧 是让你去展示的 就是看谁狠 看谁心态好 看谁枪准 看谁反应快 这个视频基本上说着也就结束了 因为我这人之前准备了一些东西 但是我真的一录的话 有很多东西就会就说有点遗忘吧 希望以后要有什么能补充啊 我会在那帖子里继续补充 最后强调一遍 那个三十八一个点的问题 不要老纠结这个了 那个一个点 如果说你不要哭字眼 就是第一个弹孔的弹痕 那谁也做不到 但是他的距离 只要是 只要是那个 是最近的 是最接近的 就已经够了 请不要再扣字眼了 谢谢大家 还有那个针对一些 那个贴吧里边的那个 职业叛子手们 请支持BB的朋友 不要再去跟他们对话了 咱们就可以把他忽视就可以了 真的 越跟他骂 他们还觉得挺挺靠近的 终于有人搭理他了 咱们就把他遗忘就可以了 行了 没了 行 那个 另外就是说一句 祝大家在2012年能 恭喜发财吧 事业有成 学业有成 希望大家身体健康 谢谢大家